嗨,大家好,我是PsychoCat 这个季节对于大家来说已经蠢蠢欲动地计划着去出行 随着2023年中国国情的开放 加快了申请办理了出国签证 或许大家已经知道欧洲的生根签 但却不知道它究竟是什么 在说之前,PsychoCat希望大家动动小手 不要忘记点赞订阅和分享我的频道 大约40年前,德国和法国因为不想再对护照进行管制 而产生这样的一个想法 为的是方便旅客能轻松访问邻国 到了1985年,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法国、比利时、荷兰、卢森堡 在卢森堡的生根小镇 共同签署了有关于逐步取消 共同编界检查的生根协议 这在当时是非常特别的事情 也说明了国家之间相互彼此的信任程度 大家都一致认为应该检查来自生根区以外的边界人员 到了1990年起 越来越多的国家参与了生根协议 截止到2023年初 共有27个国家被定义为欧洲的生根区 27国名单我会放在评论区里 总之,如果你申请了欧洲的生根签 你可以在生根区国家之间自由流动 但如果你只申请欧洲某国的签证 那么你只能在欧洲某国停留游玩 想去邻国还需要再办理签证哦 好了,我们下期不见不散